各位大家晚安 又来到了临床药学会的线上的重症系列课程 然后今天的主题是那个菲多麦孙宰 那我们菲多麦孙宰其实这几年 很多新的心性抗瘾血药物的一个广泛的使用 所以相信大家在临床上会有很多使用上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就是林医牙药师 来帮我们做这个分享 那林医牙药师本身是毕业于高雄医学大学 然后之后就是在成功大学的临床药学所 取得那个临床药学的硕士 那先后在万方医院以及医大 就是说临床药师 那主要是着重在就是SICU跟CCU相关的一些照顾 所以相信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是非常的充沛 而且非常很多很值得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另外医牙药师其实在很多竞赛上 或者是时针上也有获得很杰出的表现 那我相信今天他在很多文献回路上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见解 应该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 那我们这边就把时间交给余亚药师 谢谢 大家好 那这边有看到 请问有看到我的PPT吗 有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来先开始就是今天的课程 那大家好我是药师于亚 你的时代好像不见了 哦好 抱歉 请问这样有看到了吗 有 好 那 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是药师于亚 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也很期待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肺酸塞这个主题 那相信就是经过大家的交流也可以 就是可以收获很多 那今天呢就是我的online呢 主要一开始会先针对肺酸塞做一个简介 接着呢会着重于我们要治疗的部分 分为急性期的处置 以及就是后续的一个长期预防 最后呢会针对特殊族群的用药选择做一个讨论 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病人 这是一个78岁的女性 病时呢包含DM hypertension 病人呢在2018年也有被诊断有GIST 而且呢当时有做手术切除 不过追踪到了2020年的时候有发现肿瘤有复发 所以呢9月份又再安排了一次手术 11月份的时候病人来到了心脏科门症 当时他就抱怨说 最近一周呢左脚有肿的情况 而且呢活动的时候会变得 近两天活动的时候变得传传的 那医师考虑到呢这个病人是cancer的病史 而且临床症状呢 高度怀疑他有VTE 所以就把他refer到了急诊 在急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病人生命真相是正常的SPO2 97% PE做起来发现左脚呢有红肿热的情况 不过足背动脉还是摸得到PAS 那Compression Ultrasonography呢 是有发现左腹勾呢有静脉血栓 同时抽血检验也发现D-dimer有升高 接着呢就安排病人去做CTA的检测 那有发现呢 病人在CTA看到双侧的肺动脉呢 都有这样的一个feeling defect 同时呢下肢的CTA也发现 左下肢呢从我们的EDIAC一路到小腿静脉 都有DBT的产生 所以这个病人就有被确诊为肺栓塞 和并有左下肢的DBT 那接着呢我们就先来针对肺栓塞的 成因啊危险因子还有诊断评估的部分来做介绍 那肺栓塞呢就是我们的血肺部血管呢 被或者是分支呢被一些物质给阻塞 导致肺部的血流受阻 那这个物质呢可能是静脉血栓 也有可能是像是肿瘤啊脂肪或者甚至是空气 而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呢就是静脉血栓 静脉血栓呢我们称为VTE 里面呢有包含了生部静脉栓塞DBT 以及肺栓塞PE 其中呢PE是属于比较严重 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而这些存活下来的病人呢 其实后续也有比较高复发的风险 除此之外呢也有可能就是出现慢性肺高压 也有影响到病人呼吸以及活动的功能 而这个肺栓塞的来源呢 大部分会来自于我们下肢尽端生部静脉 可以看到图示就是从IdeacVan 到PherumVan到Popletio这一段的生部静脉 研究指出呢如果我们在这一个部分产生血栓的话呢 有高达50%的人呢可能会合并有肺栓塞的状况 那当然我们的小腿静脉或上肢静脉 也是有可能会产生血栓 但是造成肺栓塞的比率是比较低的 而发生率而言呢 根据国外的一些观察性研究指出呢 依据年龄性别调整的发生率呢 BTE是每1000人年1.38例 而肺栓塞是0.38例 除此之外呢这个发生率呢会随着年龄而增加 在55岁以上呢我们增加一岁呢 Hala Ratio是增加1.7倍 而我们也有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发生率呢 是有种族的差异的 其中呢以华人族群呢的发生率是最低的 而我们台湾自己所做的健保资料库呢 也看到类似的一个结论 在BTE跟PE的发生率呢 每10万人年分别是16.5以及4.8例 这个数字呢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呢 确实是比较偏低的 而我们同样也有观察到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这个发生率呢是持续的增加 而这些病人呢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置的话 有10%的病人可能在第一个小时内就会致命 而其中呢有5-10%的人呢 在来的时候是有合并休克 那有一半的人呢可能会有 诱心室功能不全的状况 所以呢跟就是相较于DVT呢 其实肺栓塞呢在30天以及一年的死亡率呢 都是显著偏高的 除此之外呢这些病人呢 后续还是有比较高的几率在发生 而且呢一开始是肺栓塞的病人 后续在发生肺栓塞的几率也是比较高 那有没有什么期间是肺栓塞比较容易复发的呢 根据许多不同的研究大概都有指出 肺栓塞复发VT复发的一个期间呢 大部分是落在6-12个月内 那根据美国一个就是长达将近25年的研究 也有发现即便我们追踪到了10年呢 这些病人还是有复发的风险 显示呢对于这一群病人呢 我们不仅要及时的处置 那后续要怎么去做一个预防它再复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为什么会产生肌脉血栓呢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Virtuous Tri-A 那指的就是当以下三个条件有发生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增加肌脉血栓的风险 第一个条件呢是当病人的血液变得过度凝集 例如呢当病人有Cancer啊或自体免疫疾病 怀孕或者是先天性Protein C或Protein S的缺乏 就会导致他比较容易有凝血的情况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血管内皮的受损 因为我们正常健康的血管内皮可以去阻隔我们 血液里面的血潮板跟凝血因子去跟底下的Collagen 还有Tissue Factor做接触 但是当我们因为外伤啊手术 或者是在做一些就是放置导管的过程 可能就会导致内皮的受损 而破坏这个预防血栓的机制 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血液流动变得比较慢 例如呢当我们久坐久站 或者是因为像怀孕的病人他静脉回流会受阻 那血流流动比较慢的地方呢 当然也就比较容易会有血栓的形成 而一旦形成静脉血栓呢 顺着我们的静脉回流到我们的右行 又打到肺部造成肺栓塞之后呢 就有可能进一步造成我们循环以及呼吸的衰竭 从这个图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肺栓塞发生的时候 RV的Afterload就会跟着上升 接着呢我们会看到肺多麦高压力也上升 此外呢就是RV也会变得大了 RV的Dartation呢就会刺激一些神经荷蒙的释放 因为想要增强它的收缩力去对应这个后负荷的增加 除此之外呢RVDartation就会开始挤向我们的左心 导致于LV呢它可以填充的空间也变少了 而且呢因为RVDartation会拉扯我们的三间半 就有可能造成三间半逆流 所以整体而言LV的Preload可能会跟着下降 再者呢RVDartation也会影响到我们冠状动脉的Perfusion 进一步可能导致RV Ischemia 最终进入一个二性循环呢 那由于呢我们肺部血管系统阻力呢 在正常情况下呢是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右心是相较于左心是 它的B比较薄 然后体积也比较小 因此它在对应就是像极性肺酸塞所导致的 这种急剧升高的Afterload呢 其实它的应对能力会比较差 所以可能比较容易会导致RV Value 以及最后我们看到阻塞型休克的情形 那在肺部的部分我们可能也会观察到 Ventilation Perfusion 简称为BQ Mismatch的状况 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呢 当我们的血管被血栓阻塞之后呢 血流就过不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有Ventilation 但是没有Perfusion是形成一个死腔 而这时候血液呢 会被分流到其他没有受阻塞的血管 而这些区域呢血流是增加了 但是可能因为被栓塞 会导致一些发炎物质的产生 使得我们的通缉量没有办法成正比的提高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Low VQ的情形 而我们肺部气体交换效率啊是要有 我们的Ventilation Perfusion达到平衡 才能够有很好的交换效率 通常这个比值是1 但是在肺栓塞的情形呢 因为造成了VQ Mismatch 所以呢整体肺部气体交换效率会下降 那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低血氧的情况 好那什么样的病 什么样的因子会比较容易导致肺栓塞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 可能造成血液变的过度凝集啊 或是血液流动比较缓慢 或者是呢 导致血管内皮受损的这种情况 就会是我们的危险因子 而Guyline呢有进一步呢 在根据就是这个危险因子的区区氛围是比较强中弱 其中比较strong的risk factor呢 就有包含我们下肢的骨折 或者是做膝关节髋关节致患手术 那可能病人的活动就会减少 另外呢就是之前有过VTE病史 或者是有spinal cord injury呢 可能就会导致病人跑lysis嘛 那这个风险就会提高 而中等的危险因子里面呢 有包含像是自体免疫疾病啊 还有cancer以及呢 就是容易导致血酸的体质 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是我们的用药 包含像是我们使用了 就是荷尔蒙制剂啊 口服避孕药以及化疗药呢 这些都是属于中等的危险因子 那比较weak的危险因子呢 就有包含病人一些心血管的因素 像是DM hypertension 还有年纪大 此外呢 像是卧床超过三天以上 或是久住 还有就是肥胖啊 以及产前的这样的状况呢 是属于比较弱的危险因子 那其实呢 找出病人的危险因子呢 对于我们要决定后续的疗程 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病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很积极的去询问 病人的病史用药史 还有就是抽血检验 目的是要找出 有没有相关的危险因子导致这次的事件 来决定我们后续的处置 好 那病人来的时候 他发生了肺栓塞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 病人在肺部的部分呢 比较 其实这些症状并不是那么specific 那以肺栓塞而言呢 比较常出现可能是在肺部 我们会出现就是呼吸喘 或者是呼吸短促的情况 以及呢可能会有可血的情形 而当病人出现休克或低血痒呢 可能心跳也会增快 除此之外呢 由于这一群病人呢 常常会合并有就是DBT 所以我们也可以注意病人的上下肢呢 有没有红肿热痛的情形 好 如果我们怀疑这个病人呢 是有就是肺栓塞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呢 去检测病人的可能性 我们自己常用的是这个Well Score 那它有分为评估DBT也有PE的 这边列举的是用来评估PE的部分 它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有针对病人临床症状的 像是病人是不是有DBT的症状 心跳是不是偏快 有没有可血 那跟病史有关的是 近期是不是有握床超过三天以上 或者是近四周有做手术 以及有没有BTE的病史 还有Active Cancer 此外还有一个项目是 是不是没有其他诊断 可以解释这一次的事件了 那把这些分数算出来加总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评估 病人这个肺栓塞的可能性 分为低中高 或者是以四分为切点 分为像或不像 那另外文献有提到的 也有这个reverse geneva score 它一样也是用来评估 这个肺栓塞的可能性 里面呢 其实跟well score有点像 针对症状的评分 也是看心跳有没有偏快 有没有可血 那在dbt的症状呢 有再看细一点 就是病人有没有 就是单侧的下肢疼痛 或者是我们在做PE的时候 有没有触痛 以及edema的状况 另外也加上年龄这个风险因素 那同样计算分数之后呢 我们再来评估 是不是像 那如果我们经过分数的计算之后 可以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像 那我们进一步呢 可以再抽这个d dimer d dimer呢 它是属于vibrin的 被plosmin分解之后的产物 一般的count of value呢 是定在500 而我们自己的实验室 是定在550 那由于d dimer呢 会随着年龄而增加 所以呢就是刚刚有建议 在50岁以上的人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年龄乘以10 来当做我们的count of value 那要注意的是呢 因为d dimer呢 其实它在包含像是 病人有感染啊 发炎啊 外伤啊 或者是慢性的肝肾疾病 其实它本来就有可能会升高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一个检验 那所以相对它的专业性 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它最主要的用途呢 是针对这种低中可能性的病人 我们去检测d dimer 如果连d dimer都不高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更有信心的 去排除这个诊断 那如果我们发现 d dimer是有升高 或者一开始我们就比较 怀疑病人是有肺酸塞 就可以进一步安排这个 电脑断层的肺部血管摄影 这个呢 藉由施打显影剂呢 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血管的结构 而在这个影像里面呢 藉由显影剂显影呢 血管会呈现亮白色 那在我们认知的血管解剖 解构上面 如果出现这样的阴影呢 我们把它称为filling defect 这通常代表的是呢 有一些外来物质呢 去阻塞了我们的血管 而这个CTA呢 基本上就是肺酸塞的一个标准诊断 因为这个检查呢 其实很容易安排 而且等待报告时间也不会太久 那精确度也高 只有少数的情况下 会没有办法提供确定性的结论 此外呢 当我们藉由这个检查 我们排出了PE的诊断 那至少这个影像也可以提供 我们去servex 其他诊断的可能 而至于文献还有提到的 有包含其他像BQ scan呢 这个我们是做的比较少 好 我们把整个诊断评估的流程 做一个简化呢 如果今天病人来的时候 我们怀疑他有肺酸塞 我们可以藉由就是临床经验评估 也可以去计算这个Well score 或是Geneva score 来评估像或不像 如果我们呢 已经是高度怀疑病人是有肺酸塞 那不用等呢 就是尽快安排去做CTA的检查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像 那我们可以再抽D-Dimer 如果连D-Dimer都不高 那大概就是可以排出这个诊断 但如果D-Dimer有升高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安排CTA 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病人呢 去检视这个病人的状况 可以发现他跟就是静脉酸塞 相关的危险因子呢 主要就包含病人有一个Active cancer 另外呢还有就是OH 还有DM hypertension 此外呢搭配病人临床症状呢 其实确实就会比较怀疑 他是有DVT以及PE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Well score来计算的话 可以发现呢他的分数是7分 是属于高可能性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直接安排去做CTA 不过呢就是 大家可能一般如果有怀疑的话 常常抽血D-Dimer 也就跟着抽出去了 而这个病人呢 其实在急诊 还有做这个Compression ultrasonography 有发现呢 左腹骨勾有静脉血栓 那这个其实在干类里面 也可以被认定为接受是有PE的诊断 不过呢就是可能Practice上面 大家还是想去做CTA 去确认说 实际上到底被影响的范围是多怎么样 好那这个病人他被诊断 有肺栓栽核并DVT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 接下来应该会怎么处置呢 那我们就进入急性期的处理 那首先第一步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帮病人做危险的分级 那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确认的是 病人有没有血液动力血不稳定的状况 这边包含的是有Cardial Rest 阻塞型的休克 或者是呢有持续性的低血压 那它的定义呢 是就是SBP小于90 或是SBP掉超过40毫米拱住 而且持续15分钟以上 那当病人已经有血液动力血不稳定的情形 他就是属于High Risk PE 那这群病人呢 我们要赶快及时介入 如果病人还没有血液动力血不稳定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评估其他面向来做危险分级 那这边提到了一个 Pulmonary Ambulance Reality Index 那或者是简化版的Simplified PASIC Score 那这个呢主要是用来去区分 哪些病人是属于低风险的 里面的Item呢可以看到 有包含年龄80岁以上 有Cancer或者是慢性心肺疾病 High Rate超过110 SBP小于100 西洋保儿度小于90% 如果呢以上的项目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病人就是属于低风险 那他30天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 但是只要有一个项目符合呢 其他30天的死亡率就会提高到11% 好那除了这个Simplified PASIC Score以外 我们也可以去找寻病人有没有 就是心肌坏死的证据 就是去看索碰你有没有上升 此外呢还可以去检测有没有RV Disfunction 这时候我们可以借由就是 新超去看有没有RV Dirtation 因为正常情况下RV应该是 就是跟LV呢是稍微相比比较小一点 那如果我们发现RV跟LV相比是大于1的话呢 就显示有RV Dirtation 那超音波也可以进一步去看RV的收缩功能 还有就是去看有没有被高压的状况 此外呢也可以去抽这个BMP 还有做心电图的检查 看看在Interceptor Lead 有没有STT Change 或T Wave Inversion的状况 接着呢我们就根据刚刚提到的这个面向 把病人做危险分级 这边列出来的是AHA盖赖跟ESC盖赖的分级 可以看到呢他们的一个名称呢不太一样 不过概念蛮相似的 针对High Risk PE呢 AHA盖赖把它称为Masic PE 那基本上这群病人就是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病人 而他们的死亡率呢是会高达到20% 而如果血液动力学稳定 那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去看这个Simplified PASIC score 或者是看有没有RV Dysfunction 或者是有没有Mercardio Necrosis的情形 如果有的话呢病人就是被归类于Submasic PE 或是中等风险 其中ESC guideline呢又更进一步去细分了 如果呢病人是有合并就是RV的就是Dirtation 或者是呢触碰应该有上升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是就是中高风险 如果病人呢以上的状况都没有的话呢 他就是属于比较低风险 那死亡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病人 接着呢我们就再根据我们的危险分级呢 来提供病人处置 那为什么要做危险分级 当然就是希望说能找出呢 就是最需要就是提供给病人最适当的治疗 来达到最佳的一个疗效跟就是减少它 就是这些不好的部分 那如果病人有QPE的话 基本上呢我们都需要给予抗凝血剂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问一下 这个病人能不能使用抗凝血剂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根据刚刚的危险分级呢 如果是属于高风险的病人 我们要给予抗凝血剂以外呢 还要尽快的给予reperfusion的治疗 尽快的把那个阻塞的血管给打通 此外呢也要根据病人状况 可能需要给予就是呼吸 以及血液动力学的支持 而针对中等风险的病人呢 我们可以先给予抗凝血剂 那再观察 如果在治疗期间呢 病人的状况恶化 那这时候就是在考虑 rescue the reperfusion 至于低风险的病人呢 就是可以给抗凝血剂 那甚至呢 有一些病人是可以考虑在门诊追踪的 不过我们如果是费栓杀的话 蛮多情况还是会先让病人住院观察 好 如果病人没有办法使用抗凝血剂怎么办呢 这时候可能要考虑的是 放置这个下强筋脉的filter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治疗来做说明 首先是抗凝血剂的部分 那这个图呢是我们的凝血路径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 我们目前使用的抗凝血剂呢 蒸剂部分有heparin 跟低分子量的感素 其中heparin呢 它分子量比较大嘛 那它是可以间接的去抑制 我们的凝病跟factor 10a 但是低分子量感素呢 跟放大parinx 就是比较作用在我们10a的部分 而口服抗凝血剂呢 传统的wafarin 则是作用在凝血因子2790 那至于我们现在的DOEC呢 就有10a抑制剂 还有就是debicatran 是抑制在凝病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真剂的这些抗凝血剂呢 其中heparin的半衰期呢 大概是1到2个小时是最短的 那anosaparin是4到7小时 放大parinx呢 可以长达20个小时 所以如果今天啊 这个病人 随时可能有要做一些 侵入性的治疗的话 heparin可能是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比较好做调整 那在排除的部分呢 anosaparin跟fondaparinx呢 都会经由肾脏排除 所以呢当病人肾功能不良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需要考虑减量 甚至是不适合使用 至于reversal agent的话呢 heparin跟anosaparin 是可以使用protamin sulfate 但是protamin sulfate 只能中和部分的anosaparin 对 而至于fondaparinx呢 就是文献有提到 可以考虑andensinine alpha 不过这个是属于 off-level use的情况 那某一些病人呢 在使用heparin的期间呢 可能会出现免疫反应导致的 这个heparin 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那heparin的风险是比较高 是2.6% anosaparin呢是0.2% 而fondaparinx呢 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只有罕见的案例报告 所以呢如果真的在治疗期间 很不幸的病人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就要考虑把它转成pondaparinx 或是口服抗凝血剂 而在剂量方面呢 就是heparin呢 文献建议是先给予loading 80unit per kilo管 那接着呢输注18unit per kilo管 per hour 那我们接着呢 会每4到6小时监测apt 再根据这个秒数或倍数呢 来做调整 而我们自己呢 就是比较担心病人出血 所以我们用的protocol 跟AMI会比较像 我们loading大概是给60unit 那持续输注的计量呢 会先给10unit per kilo管 per hour 接着再根据apt来做调整 那endosaparin呢就是大家知道 会有1mgQ12 或是1.5mg per kilo管 per day的计量 那如果病人肾功能不好的话要减量 洗肾的病人呢就不建议使用 至于防的parinx呢 它的计量呢会根据病人的体重 而有所差异 range呢是5到10mgQD 那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呢 是不建议使用 不过呢目前健保是没有给付用在治疗VTE 所以我们自己呢也比较少会去用 帮到parinx 好那接着呢针对口服抗凝血剂的部分呢 由我们熟知的这个Wafarin 还有就是DOEC Wafarin我们知道它的就是 要等到它疗效出来可能至少需要5天 所以呢通常在前期呢 会需要并用真剂的抗凝血剂 而且呢它半衰期也比较长 所以当我们需要做手术的话 可能需要停药大概5天 才能让它的这个效果消失 而在代谢方面呢 Wafarin呢是走Cyp2C9 还有其他的Cyp enzyme 所以呢它的交互作用是蛮多的 而至于DOEC呢 其实它就是 而P-sub跟那个Revarosab呢 还是主要会有Cyp3A4来代谢 此外他们也都是P-glycoprotein的受值 所以其实呢这些DOEC 还是有交互作用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至于排除的部分呢 Devigatran呢 它有将将近80%呢 会从肾脏排除 那P-sub从肾排除的比例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基本上这些DOEC可能在很严重肾功能 不良的病人 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建议 但是呢有时候 因为医生很担心病人出血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off level 去使用P-sub 那至于严重肝功能不良的病人呢 10A的抑制剂呢 访单也都是不建议使用的 Wilfarin呢 虽然不用根据肝脏功能做调整 不过呢 这些病人本来就很容易出血 所以其实在使用Wilfarin期间 还是要比较小心 那至于reversal agent的话呢 Wilfarin我们主要就是有Vitamin K 那Devigatran呢 目前是Ideracizumab 而10A的抑制剂呢 台湾还没有上市 就是这个Andesinate Alpha 那在剂量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Wilfarin呢 它的就是疗效出来需要比较多天 所以我们必须要病用我们的 真剂抗拟血剂 至少要持续到安安大于等于2 且持续两天呢 我们再做停药 那有时候有一些医生 他不太熟悉 可能他就会开病用真剂两天 甚至就不病用 那其实这样会不太适当 那我们的安安目标呢 就是2到3 至于DOEC的部分呢 就是Devigatran跟Edosav 当初临床试验呢 原本就是会先打针剂 再去不到口服药 所以目前呢 就是标准建议呢 就是前面要先打至少5天的针剂 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转成口服药物 而Edosav呢 要注意就是在有特定条件的病人 要做减量 最后口诀呢 我们可以计BCD 就是体重小于等于60公斤 顺功能不好 或者是BMP-Glycoprotein inhibitor 像是Dronadarum Virapamil的病人 那至于ERP-7跟Revirusav 他一开始的临床试验 就是直接从口服药开始 所以他的induction呢 就是从 就是像ERP-7是10mg VID Revirusav是15mg VID 之后呢 再把它转成维持的剂量 好 那这边也提醒一下 Rivirusav呢 使用15跟20mg的规格呢 必须要水餐服用 不然他的身体可能率 是会比较差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多维可能用在 ERP-VTE的良效是如何呢 这边把几个主要的临床试验 整理出来 那他们呢 主要比较的对象呢 都是Valvary 那收入的病人呢 也都是ERP-VTE 或PE的病人 治疗的期间呢 大概是6个月 其中 Edosav跟Rivirusav 是有拉到12个月 而他们的design 都是属于不列性的试验 结果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呢 相比于Valvary呢 这些DOIC呢 至少是不列于Valvary的 而在出血的风险呢 也有看到 有比较下降的一个情况 那根据这个Cochrane的Meta-Analysis呢 把这些相关的临床试验 做Meta-Analysis之后 发现呢 DOIC相较于Valvary呢 不管是在 recurrent的PE VTE 还有DVT 还有Metro Bleeding呢 其实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因此呢 我们在抗领血器的部分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首先呢 对于High Risk PE的病人 由于这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会考虑 随时要做一些 侵入性的治疗 因此肝癌有建议 可以优先选择Heparic 至于中低风险的病人呢 如果要使用症疾 那就比较prefer 是低分质量的干素 或放在Parnet 那口服药物呢 就可以使用DOIC 不过要注意的是 对于严重症功能不良 或者是怀孕 以及哺乳的病人 还有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的病人呢 我们是不建议去使用DOIC 而至于如果我们选了Valvary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先跟症疾做一个overlap 之后呢 再把症疾停掉 好 接着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reperfusion的治疗 那首先呢 就是这个systemic thrombolysis 常用的血酸溶解剂呢 有这个TPA 剂量呢 是100mg输出两个小时 而如果病人是有cardia arrest的话 可以先Bolus 50mg 那15分钟之后 有需要我们再继续Bolus 50mg 另外呢 文献也有提到这个eurokinase的建议剂量 不过呢 因为我们自己也比较少会去使用eurokinase 所以呢 我们的eurokinase大部分都是用在导管溶酸的这一块 好 如果我们要使用血酸溶解剂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它会伴随比较高的出血风险 所以呢 一定要谨慎的选择适合的病人 那其中呢 这个禁忌症的部分 属于绝对禁忌的就包含呢 有出血性中风的病 出血性中风病史的病人 还有近期六个月内呢 缺血性中风或者是有脑部肿瘤 以及近三周内有头部外伤 有做过major surgery 还有active bleeding的病人呢 是不太建议使用的 而至于这种systemic thombolysis的一个疗效 跟安全性如何呢 这边提供了一个2015年的systematic review 一共纳入15片的rct 收入人数是2057个人 可以看到呢 相比于就是单纯的给予抗凝血剂呢 给予 额外给予这种systemic thombolysis呢 可以改善病人就是死亡率 还有PE recurrence的风险 不过要注意的是 当我们把高风险的病人剔除之后呢 会发现 改善死亡率的这个好处好像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另外很确定的就是呢 在安全性的部分 都会显出的增加病人major bleeding 以及致命性 还有颅内出血的一个风险 因此呢 给予这种全身性的溶酸呢 看起来是可以改善病人的死亡率 以及PE recurrence的风险 不过呢 对于相对比较稳定 就是中低风险的病人 这样的好处呢 可能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此外呢 就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使用这种血酸溶解剂呢 会显出增加病人major bleeding 以及ICH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在给药的时候 也要谨慎的选择适合的病人 那会不会是我们给的剂量太高了 如果我们给低一点的剂量 会不会出现风险就比较少呢 那这边呢 举一个就是纳入118人的一个RCT 它就去比较说 如果我们只给一半剂量的这个TPA 跟Full Dose相比 看起来呢 好像不错耶 就是对于这些改善RV dysfunction Lung perfusion defect 以及肺动脉阻塞的状况 好像跟Full Dose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 出血的一个几率呢 好像也比较低 不过在另外一个 纳入3000多人的观察性研究就发现 给予一半剂量呢 虽然在死亡率跟出血风险 跟Full Dose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这群病人有比较高的几率 会需要就是Treatment escalation 那指的就是需要额外给予生压剂 还有再次的溶酸 或者是导管介入性的治疗 所以呢 目前给予这种减低剂量的溶酸治疗 其实它的效果还是打上问号 因此呢 目前对于这种Systemic Thombolysis呢 该来的建议是 针对这种就是高死亡率的 这些High Risk PE的病人呢 是属于Class 1的Indication 而对于中低风险的病人呢 我们可以不要一开始就用 我们呢会建议等到病人 在接受抗拟血基治疗期间呢 还是有出现血液动力学恶化的状况 我们再考虑作为Rescue Therapy 好 那除了我们打全身的一个溶酸治疗以外呢 也有这种Catheter Directed的治疗 那这个做法呢 就是我们从Common Femoral vein呢 以及Jugular vein呢 放入导管 那引入呢 深入到我们的肺部 做一个局部的治疗 那这种做法呢 就有很多种 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导管溶酸 那这个导管上面呢 像通常会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分布在上面 所以当我们透过这个导管去施打血酸溶解剂 那它就可以很好去就是扩散出来 那此外呢 又有这种Ecos系统 它是利用超音波震荡的方式 那就可以把血酸给震碎 也可以搭配施打血酸溶解剂 那这样我们就会希望说 我们这样局部施打血酸溶解剂 也许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疗效 而且呢出血风险也比较低 那如果不打血酸溶解剂的话呢 还有一种就是单纯的用负压 把血酸吸出来的方式 以及这种Mechanical的Thombectomy 就像Triver的系统 那很有趣它是把这个导管呢 穿过这个血酸 然后我们呢 就是再把三个网栏给 就是让它伸出来之后 它就可以呢再把他 把血酸给扫回来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这个影片 就会发现非常的疗愈 好 我们期待呢 使用这种Casita Directive Thombolysis呢 可以减少病人出血风险 而且可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那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目前其实呢 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研究 这边列举的是几个 比较重要的临床试验 可以看到呢 收入的人数其实都没有那么多 纳入的族群呢 大部分是属于中高风险 介入性的这个device呢 有包含超音波震荡的 也有一般的导管人酸 使用的药物呢 主要是TPA 剂量是 就是每小时0.5到1mg 疗效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这种导管人酸呢 就是好像可以改善病人 RV Dirtation的情形 此外也没有看到 显著增加出血的风险 另外2023年呢 有一篇Sysematic Review 它收录了19篇的RCT 以及25篇的观察性研究 就进一步去比较 这种导管溶酸 还有全身性的溶酸 以及单纯给予抗粘血剂的一个效果 那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CDT相比于单纯给予抗粘血剂呢 可以显著的减少死亡率的风险 RV Ratio是0.35 如果是相比于全身性溶酸的话呢 CDT也是显著的降低 而死亡率的风险 RV Ratio是0.42 此外呢 Major Breeding 跟ICH的风险呢 也有显著降低 RV Ratio分别是0.6 以及0.44 但要注意的是呢 其实这里面有蛮多是观察性研究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察性研究 拿掉之后 可能只看RCT的话 有一些部分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显著 所以目前对于导管溶酸这一块 算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不过肝癌上面 还是把它定义一个替代的治疗 针对High Risk的病人 如果我们经由Systemic Thombolysis 治疗失败 或者是有禁忌症 那可以考虑使用这种CDT 而至于中低风险的病人 需要Rescue的Thombolysis的话呢 它也是全身性溶酸的替代治疗 剂量方面呢 就是Up to Day有提供的 是使用TPA每小时0.5-2mg 输注时间呢 是2-15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建议给大家参考 好 那除了用导管溶酸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招就是直接开刀 那我们就是把肺动脉切开 把血酸夹出来 如果夹不出来 你可以用Pugati这样的器械呢 就是把导管伸进去 扩张一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扩张 再把血酸给扫出来 如果顺利没有断掉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把这样长长血酸给拉出来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开刀呢 当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所以基本上呢 它也是属于就是全身性溶酸的一个替代治疗 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给予Sombolysis的时候 或治疗失败 那我们再去考虑进行手术 好 最后呢 就是当病人呢 如果没有办法使用抗拟 连抗拟血剂都没有办法使用 那这样的病人呢 我们可能会考虑 在它的下强静脉呢 放置一个filter 就可以拦阻这些血酸 避免它再回到右心 不过呢 放置这个filter呢 它是有可能造成一些complication 包含粗鞋 除此之外呢 我们放置filter 其实并没有办法去阻止 就是新的血酸形成 而且如果很不幸的血酸 是在它的上面产生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又回到右心 造成肺酸塞 因此呢 目前IVCfilter呢 我们肝癌也不建议常规去使用 主要是建议用在就是 没有办法使用抗拟血剂的病人 或者是呢 已经使用抗拟血剂了 可是还是发生recurrence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放置这样的filter 好 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一个病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 其实生命真相是稳定的 此外呢 他后来所做的超音波 并没有看到IV dysfunction的情形 除了pony也没有上升 计算simplify PC score的话呢 可以看到是1分 所以呢 这个病人可以被归类 是属于中低风险 因此呢 他是不需要去四大血酸溶剪剂 那servite起来也没有抗拟血剂的经济症 所以我们最后是给 NOSOP50明光Q12 那这个病人呢 就在CCU观察 而且很幸运的 其实他的状况很快就好转 所以两天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转成了PIZZA本10明光BID 那之后 出院之后呢 我们再回诊 再把它调成5明光BID的维持治疗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到底我们的疗程要持续多久呢 要持续一辈子呢 还是多久可以停用呢 针对治疗疗程的部分呢 有蛮多的讨论 那这边举一个meta analysis来分享 它里面纳入了七篇的RCT 主要是想要讨论 当我们把抗拧血剂停药之后 病人VTE复发的风险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相较 首先根据治疗的疗程来看 相较于指治疗三个月呢 当我们去治疗1到1.5个月呢 其实病人VTE的一个 复发风险是显著增加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延长治疗到6到12个月呢 其实这跟三个月相比是没有显著的差异 而依据VTE的type unprovoked VTE呢 就是我们找不到原因的这种VTE呢 它复发的风险呢 也是显著较高的 而以发生的部位来看 肺酸塞跟近端的DVT 相较于DISTAL的DVT呢 它的复发风险也是显著偏高 所以呢 结论就是针对VTE的治疗呢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至少要治疗三个月 此外也要注意就是对于unprovoked的 parsimal DVT和PE呢 这群病人的复发风险是属于比较高的 好 再接着呢 我们再评估病人的recurrence risk呢 可以从几个面上来思考 就是这一次的事件是初次还是recurrent 这个呢 是有原因是provoked VTE 还是unprovoked 以及呢 这个因子是暂时的 还是持续的 是major还是minor的 那 针对major跟minor的部分呢 想提供一个简略的一个图示呢 想说可能比较好理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呢 红色的部分呢 代表这次VTE可以 我们认为可以有这个risk factor 解释的比例 如果今天呢 针对VTE的病人 我们找到了原因 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个risk factor 是属于major risk factor的话 那我们也会认为这个VTE里面呢 这次的事件呢 有很高的比例跟这个risk factor相关 当这个major risk factor呢 可以被解除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病人 再复发风险应该是比较低的 但是如果呢 这个risk factor是属于比较minor 我们没有完全办法解释 这次的事件 或者是呢 他是找不到 根本就找不到原因 那这一群病人呢 他复发风险可能就会比较高 而guide呢 就有把病人的这个recurrence risk呢 再分成低中高 其中低风险的病人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是属于一个有暂时性 或可逆的危险因子 而且是属于major的risk factor 例如呢 像我们因为trauma导致骨折啊 或者是呢 有接受major general surgery的病人 而中等风险的病人呢 就有包含他的risk factor呢 是暂时可逆的 而且呢是比较minor的 包含接受minor surgery啊 或者是就是因为可能脚受伤 导致于活动减少 持续超过三天以上 或者像搭长城的搬机 那另外呢 还有像是完全找不到危险因子的 以前呢 这个危险因子是持续存在的 那我们会把它归类于中等风险 例如像自体免疫疾病 或发炎性肠道疾病呢 就可以归类在这个部分 而至于如果是recurrent的VTE 或者是呢 active cancer 以及有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的病人呢 我们会认为他在复发的风险 是比较高的 那除了评估我们复发的风险以外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 就是病人出血的风险 目前呢 我先会提到这些出血的危险因子呢 会有包含像是老年人75岁以上 以及active cancer 慢性肝肾疾病 或者是呢 病用抗血小盘药物 以及NC这一类的药品 目前呢 也有许多的model 可以来帮助我们预测 病人在使用抗凝血剂期间呢 发生出血风险 其中呢 这个VTE bleed score呢 它原本就是 从Depicatran跟Wafarin 用在VTE的这个研究所得来的model 所以它本来就是坐在VTE这一群病人 而且也有经过validation 所以呢 刚才有建议 如果我们想要预测VTE病人 使用抗凝血剂出血的风险 我们可以考虑用这个model 那里面的项目就包含active cancer 男性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男性合并 有没有办法控制的高血压 有出血的病史 60岁以上 以及呢慢性性功能不良 那如果我们计算出来分数大于等于2的话呢 那它6个月 6个月内出血风险是比较高的是有12.6%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评估病人出血风险呢 因为这个主要是要去帮助我们找出 可以矫正的这些危险因子 此外呢 也要可能要根据这些病人的出血风险 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是不是需要调整 所以基本上呢 在我们治疗开始 以及治疗的追踪期间 每3到6个月呢 就会建议要重新评估病人的一个bleeding risk 针对治疗的疗程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summary 在病人急性期处置之后 进入了治疗阶段 当我们治疗到了3个月之后 这时候就是一个决策点了 我们要来想一想 我们到底要继续还是应该要停药呢 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数次发生的肺酸塞 而且呢 他是有一个major的transient 或reversible risk factor所导致的 那我们可以呢 在3个月的时候去停药 但除了这以外的病人呢 例如他有持续性的危险因子 像是cancer或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以及呢他是有recurrent VTE 或者是他是初次的PE 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major的transient risk factor 我们就会建议我们的治疗疗程 应该要延长 好 那因为我们都有 现在都比较prefer去使用DOIC 至于DOIC呢 做在延长试验的一个证据是怎么样呢 目前DOIC有做延长试验的呢 有包含了debigatran episabin以及referral sabin 就是edosabin呢 当初他的临床试验就有做到12个月 所以他就没有在额外做延长试验了 这边呢也把相关的那个study整理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些DOIC比较的active control呢 有包含Wafirin或是asprin 另外有跟placebo相比 整体而言呢 如果是跟Wafirin相比呢 至少是不列于或者是没有显著差异 就是疗效方面 那如果是跟placebo或者是asprin相比呢 DOIC的疗效呢 是显著优于placebo以及asprin的 不过呢有看到出血风险好像是有比较高耶 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来细看 其中呢episabin跟referral sabin呢 他们的试验是有分成三组的 包含了正常计量一组 以及减低计量 再去跟control组来比较 可以看到呢 在正常计量这一组呢 其实它相较于placebo或是asprin 它的出血风险虽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不过好像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呢低计量这一组呢 它的risk ratio大概是落在1.2 所以目前呢也会可以考虑 针对这一群病人我们去给予低计量 但这边也要注意 因为这一些试验呢 比较没有纳入active cancer以及体重超过120公斤以上的病人 所以呢今天呢刚才是建议 对于延长治疗的病人 经过6个月的治疗以后 如果他没有cancer或者是还没有肥胖的状况 我们可以考虑给予低降的episabin 或是remaral sabin 好接着呢最后再用一点点时间呢 来分享就是对于特殊族群的用药考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肥胖的病人 其实现在陆陆续续会发现呢 就是其实肥胖的病人还是都会碰到 那其实在用药上面也是有点困扰 所以也蛮期待接下来大家讨论 那heparin的部分呢就是 这个表格是根据up to date所建议所整理的 其中heparin的部分呢 对BMI30到39这一个区间的病人 会建议呢我们可以用实际体重来计算计量 那如果是BMI40以上的病人 我们可以考虑用实际体重 但是要做减量动作 或者是我们就用调整体重来计算 至于NOSAParin呢 目前看起来是建议用实际体重计算计量 然后剂量是1mg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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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的剂量 而对于肥胖的病人呢 其实文献也有建议 因为现在证据都不是那么的充足 所以可以考虑做 entitanic monitoring 来帮助我们去评估 要适当的剂量 至于防的paranets呢 就是只有在病人来 45或150公斤以上的病人呢 要考虑其他的药物 而WARFIRE呢 是没有提到说 要做剂量的调整 那我们就是根据 我们监测的INR来做调整 至于在 在DOIC的部分呢 其中EPISABEN跟REVIROSABEN呢 当初的领床试验 是有比较纳入这些极端体重 而且也有做POST-HOG ANALYSIS 此外观察性研究呢 也有比较多的一个资料 所以呢 目前ISTH guideline呢 就是看起来就是会觉得 针对这些肥胖的病人 跟他的研究结果 跟原本结论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使用EPISABEN跟REVIROSABEN 但是呢 至于DEVIROSABEN跟REVIROSABEN呢 由于他们在120公斤以上 或者是BMI40以上的病人呢 资料相对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ISTH guideline呢 是比较不建议 在这一群病人去使用DEVIROSABEN或REVIROSABEN 我们的B细胞呢 就是会去产生这个 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那会去结合到PLUSMA 上面的protein 像主要是这个β2 glycoprotein 接着呢 就会进一步去活化我们的血小板 还有活化我们补体系统 以及一些发炎细胞 就会造成我们的发炎反应 还有就是血栓的形成 这个血栓呢 可能是在静脉 有可能是动脉或是微血管 此外呢 就是这个antibody呢 也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胎盘的滋养细胞 所以呢会导致病人容易会有一些流产的问题 针对血栓的部分 目前观察到是静脉血栓呢 相较于动脉血栓的比率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所在意的DOEC的一个疗效 到底怎么样呢 很不幸的根据就是REVIROSABEN 跟EPI7的之前的研究发现呢 相较于使用Walferin呢 使用这个DOEC呢 有看到就是病人在发生动脉栓塞的风险 是显著提高的 所以呢目前呢 就是文献的建议呢 对于就是有APS的病人 我们还是以Walferin为主 而且呢因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风险 所以这个疗程呢 我们就是建议要延长治疗 那对于就是初次发生BTE的病人呢 看起来在ULAR 以及UP TO DATE是建议 我们的NR它可以放在2到3 但是啊如果我们已经把NR控制在2到3 病人还是在出现recurrent的BTE的话 我们后续可以考虑的一个处置呢 包含就是给予低剂量的Aspirin 把NR目标上调到3到4 或者呢就把它转成L-Suppirin来使用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讨论的族群呢 是有Cancer的病人 那Cancer的病人呢 其实它不仅是血栓的风险高 其实他们也很容易会有breeding 所以在治疗上面呢 其实真的是比较挑战 而在这一群病人呢 它会发生BTE的Risk Factor呢 除了病人本身的因素以外呢 跟Cancer有相关的就有包含 如果是在诊断初期6个月内呢 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就是Cancer的 它的主要的部位 像是胰脏啊 胃部或卵巢脑部以及肺部呢 发生的肿瘤呢 其实它发生BTE的风险是比较高 还有就是如果是Advanced disease 以及有转移的Cancer 那这个血栓风险是较高的 而跟治疗有相关的呢 就有包含我们所使用的这些 就是药物 以及呢这些病人可能会需要常常住院 来接受手术啦 或者是方式导管要打药 所以呢这些病人它BTE的风险呢 确实都是比一般人还要高的 而我们在Cancer的病人呢 其实就会比较prefer去使用 Enosaparin 那就是因为之前的研究显示呢 Enosaparin相较于Wafarin呢 它recurrent BTE的一个风险 是显著下降的 可以看到呢除了显著下降VTE的风险以外呢 当这些病人需要做一些侵入性治疗的时候 Enosaparin的调整相对也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prefer去使用 低分子量的钢素 那DOEC的效果怎么样呢 目前呢也有几篇临床试验 主要是针对的都是TEN-A的抑制剂 比较的对象大部分是Deltiparin 那疗程呢大部分是6个月 根据这篇Meta-Analysis呢 把上述的一些主要的临床试验 做一个统合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就是对于Recurrent BTE而言呢 DOEC相较于低分子量的钢素呢 它的风险是显著下降的 而在Major Breeding方面呢 虽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但是可以看到DOEC这一组呢 好像有增加Major Breeding的一个趋势 而我们进一步再去细看的话呢 可以发现 好像是Edociven跟Rebarociven增加了Gi Breeding 这一个部分 尤其是在有Gi Cancer的病人呢 是就是风险更高 但是Episab呢 我们是没有看到增加Gi Breeding的一个情形 好那我们前面在提到延长试验的时候 有讨论到减剂量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对于Cancer病人适不适用呢 那现在有很多临床试验呢 正在进行中 这边呢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Eat Trial 不过很可惜就是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取得全文 所以呢也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摘药的部分 这个呢是一个临床RCT 比较的是Episab 2.5mg跟5mg BID 针对的族群呢 是已经接受至少6个月以上抗瘾血剂治疗的VT的Cancer病人 那主要的Primary Outcome看的是 Major以及Critical Relevant Major Breeding 从这个摘药提供的结果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在Breeding或是Recurrent Thombosis 以及Motality呢 通通都没有显著差异 所以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 减低剂量之后呢可以改善出血的风险 不过呢这个部分呢还是需要看到全文移基 后续还有更多的研究才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个证据 好 那最后呢 针对就是Cancer VT的病人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如果呢今天这个病人呢是有Apple GI Cancer 或者是泌尿道肿瘤 或者是我们认为它是属于High Risk的 High Breeding Risk 以及呢就是我们担心有交互作用的疑虑的话 会比较建议就是使用低分子量的干素 至于其他病人呢 我们是可以选用10A的抑制剂 当我们治疗三到六个月之后呢 就是如果这个Cancer没有办法治愈 就没有办法切除或是有转移等等情况 那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还是要持续的治疗 最后呢再用剩下的时间呢 来讨论一下就是怀孕的族群 怀孕的病人呢我们知道在怀孕期间呢 他的血液会变得比较容易拧集 而且呢肌脉回流也会受阻 在分娩过程呢也可能造成血管内皮的受损 这些呢都会导致怀孕的病人呢 他VT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高峰期呢 大概在产前是落在第三孕期以及产后的初期 尤其是呢从右边这个图可以看到在产后的前三周呢 是属于就是最高峰的危险期 但在等这个时间过之后呢 这个风险就有慢慢的下降 而针对怀孕病人以及产前产后还有哺乳的用药呢 这边做一个整理 其中黑盘人类的药物啊 因为他比较不会通过胎盘 而且也不太会分泌到乳汁 所以呢在产前产后或是哺乳的病人呢 都是可以选择的药物 那我们当然比较prefer就是低分子量的甘素 不过呢当病人要 就是要即将要分娩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计划性的把它shift到hepery 这样比较好做调整 而在病人产后呢一般自然产大概六小时 如果是剖腹产大概12个小时之后呢 抗凝血剂大概就可以加回去 这边也要小心的是 除了我们加回去之前要评估病人的出血风险以外呢 在怀孕的就是在分泌的时候 如果病人是做这种 epidural或spinal的麻醉的话 我们要特别注意他导管放进去 跟拔出来的时间 跟我们抗凝血剂 是不是有间隔足够久的时间 那如果这个时间不够久 其实就不太建议用这样的麻醉方式 那主要是担心说 如果我们没有让他间隔足够久的时间 万一在spinal或epidural发生 hematoma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而至于fondapyrnex的话呢 目前他的使用的资料没有那么多 所以一般呢文献是建议 对于heparin或enoxaparin没有办法使用的病人呢 我们再去考虑fondapyrnex 而口服药物的部分 我们知道wafarin呢 他是具有致肌胎性的 一般呢 这个致肌胎最高风险是落在前面6到12周 但其实整个孕期都还是有可能 而且他比较常造成的致肌胎的是 属于骨头或软骨的部分 因此呢 对于就是怀孕的病人在产前 我们是不建议去给wafarin 除非这个病人没有办法 他是放置mechanical valve 那不得已必须要试用 而在产后呢 因为他不太会分泌到乳汁 所以基本上呢wafarin是可以使用的 而至于dowek呢 因为他有会穿过胎盘 然后也有可能会分泌到乳汁 目前的证据呢也不够多 所以文献上面是不建议 我们在产前或产后 以及哺乳的妇女呢去使用dowek 好 那针对今天的报告呢 就用最后这一张图 就是 就是参考一篇papers 所画的图 来做一个总结 那 就是 我们如果领床上有碰到一个病人 当我们怀疑他有肺酸塞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去评估 这个病人到底像或不像 这个评估方式可以是由我们的经验线评估 也可以利用这个vals code 或revised geneva score来计算 那评估如果高度怀疑 那我们就是去做这个cta 如果是属于中低可能性 我们就可以先做这个d-dimer检测 再评估要不要做cta 那基本上标准诊断是这个cta 至于呢就是被诊断 确诊是肺酸塞的病人 接下来很重要 就是要做危险的分级 如果病人有血移动力学不稳定的话 就属于high risk PE 所以呢除了要给予抗免血剂以外 也要尽快的给予reperfusion的治疗 还有呢就是hamodynamic support 而至于中等风险的病人呢 我们就是可以先给予抗免血剂 再观察病人的状况 如果有恶化 我们再给予就是rescue的一个reperfusion 至于低风险的病人呢 那就是先以抗免血剂治疗为主就可以 而后续的追踪呢 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到 我们的疗程到底要治疗多久 以及呢在追踪期间要注意 就是病人有没有复发以及出血的风险 目前建议的疗程呢是至少要三个月 但如果是病人有持续性的风险 像是有APS啊 cancel或是recurrent VTE的话呢 那这个治疗都是建议要延长的 此外也要注意就是病人 会不会有一些post PE的syndrome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一个就是简单的分享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今天也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讨论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余阿师这么精彩的演讲 这么庞大的议题 而且余阿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然后借一个案例 帮大家从病理疾转到治疗 那甚至于把各个面向的治疗的考量点 以及一些其他可能会遇到的议题 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帮大家做一些文件回顾以及说明 那这边确实有很多人也在旁边 因为讲的非常精彩 所以大家也有很多想法 然后想要请教余阿钥匙 以及一些你的临床经验 那其中有一些问题 大概会跟就是后续 是不是要做监测这个部分有关 那这个PATO-10A的部分我想应该大部分的医院 应该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使用经验 那太久今天有看到一些像 今天现场有看到像台大的钥匙有在线上 那台大好像就我所知 有在做这个PATO-10A的检测的一些经验 那不知道医生钥匙有在线上的话 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在监测PATO-10A的部分的一些经验吗 喂 请问有听到吗 有的 谢谢您 哎 大家好 那我其实就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台大在做这个 Anti-10A的Monitor这样子 那其实也是这几年开 这一两年两年开始的事情这样子 那就像余阿钥匙刚刚说的 就是在有些情况 我们比如说用盈测Sapparin的时候 那如果说很肥胖的 或是胜功能很不好 给了Docin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没有办法监测的这件事情 让我们临床上会有点担心 那这个时候就是Anti-10A 它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 一个资讯去看说 就是你今天就是用了这个 Low-molecular heparin之后 这个Dose是否足够 那它的就是 就是它的Dose是否足够 那是否会有一些出血的风险这样子 那另外其实啊 就是除了这个Low-molecular heparin 在某些特殊的族群 我们会想要去监测以外 那在一些就是使用heparin的病人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用heparin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monitor这个aptt 6个小时可能会monitor一次 那但是其实在有些时候 因为aptt其实是直接去测 这些凝血时间延长的一个程度 有一些文献告诉我们说就是aptt 可能会比较不准 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我们 有时候会去利用就是这个 Anti-10A去辅助这个heparin的 这个Dose的这个adjustment 这样子 那如果有一个临床 操作实面的问题就是 其实Anti-10A比较贵 就是aptt的测量 就是应该全台湾都差不多 大概测一次大概就是200多元这样子 但是Anti-10A其实测一次可能要500多块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 就是CP值就是 价钱的一些问题 所以目前我们的经验就是会在一些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就是使用innosaparin的病人 那但是他很肥胖 或是胜贡了很不好 硬是要用的时候 那我们会去做一个 就是有点疗效跟safety的一个监测 那或是说在某些acute illness的病人 那他用了这个heparin 那但是aptt非常的难 难去做一些调整 很难达到目标 或是说我们怀疑就是有一些 heparin的resistant的事情 产生的时候 那Anti-10A就是一个alternative 去辅助我们去做 剂量调整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以上分享 非常谢谢医生老师 愿意无私的分享你们台大的一些经验 提供很多临床上的一些见解 那另外一个也想要 刚好线上有人问的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CDT 然后就是AQOS的部分 那鱼癌厚师这边有提供TPA的一个dosing 那事实上像预业压师压 或是在我们医院 其实在使用这方面的经验 并不是那么的多 那刚好底下也有 听众跟伙伴 有提到说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 没有使用TPA 那使用Eurokinase的时候 的建议剂量为何 那这个部分 第一个可能先请预压师先回答看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底下有使用过这方面经验的钥匙 也欢迎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分享 谢谢 好 先谢谢刚刚一针要补充 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检测TPA 对 那很谢谢您的分享 那至于就是在 就是导管溶酸这一块 其实我们真的是 目前没有坐在肺栓灾的病人 我们自己是比较多是用在就是 角的血栓的部分 那用的比较多就是Eurokinase 我们的剂量呢 通常是用六万 就是每小时六万U 再根据Fibrinogen的数值呢 就是在做调整 Fibrinogen的target大概是设在150 如果就是小150就是要就是停药 对 那就是这个是我们不 我们医院的经验 就是比较多都是用在角的一个溶酸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同时都会合并从导管去打这个Heparin 就是避免有新的在溶的过程 又有新的血栓产生这样子 对 那不晓得就是 就是主持人这边或者是其他药室 有没有其他经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边大概做法会跟你们蛮类似的 他只是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医院有不同的Dosing 因为其实有时候还蛮白医生他在对病人的临床上的考量 有时候会有一些Dosing上的一些浮动这样子 我到这边看一下哦 我刚刚好像瞄到建豪好像在线上 不知道建豪有没有这方面在台大的就是CCU的经验 不好意思 又是我 OK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波震荡的方式 其实去查了蛮多的文献 发现其实真的是TPA看起来的建议的剂量比较多 但我们其实比较少用TPA 不管是Systemic Thrombolysis 或是说做CDT都比较少用TPA 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Eurokinase 那剂量其实跟就是 就是跟我觉得好像全台湾都差不多 就是起手势就是一直是6万嘛 就是一个小时先让6万 然后接下来再看病人这个Fibrenogen下降的这个程度 然后去做剂量的调整 曾经其实我们也有想要试着去分析这个 剂量的调整怎么样才是最optimized 是最最好的调整剂量 然后达到疗效跟安全性 那但是我觉得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就是6个小时测Fibrenogen 然后看它下降的程度去做调整 那有时候Fibrenogen很低的时候 那我们会去输Cryle去补它的这个Fibrenogen 我觉得大概应该很多地方都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我知道其实有些医院好像有在打TPA TPA的话好像资料就比较多一些些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查到其实大部分都是TPA 但实际上像我们家新外都是用EUROCIN 那做法其实真的大家都差不多 其手势就是6万的 所以大家都做法很像 谢谢医生钥匙愿意出来跟我们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这样子 就是他们有其他医院也有类似的经验 那在这个其他有没有其他钥匙要分享之前 那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底下有些听众有想要询问医生钥匙的 那其中有个问题就是说 若是病人合并ACS跟PE 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ACS的概念都是针对比较长时间 好像AF跟ACS的 那他是想问说 那如果是针对PE的部分 是不是在合并的做法上 会跟AF的做法很类似 谢谢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 因为如果是合并PE的话 应该也还是会看病人的出血风险 所以前面我们很可能还是会 就是 丢Enterplated 加上抗凝血剂 但如果病人出血风险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就会 就是考虑拿掉一个抗血小板药物这样子 那基本上一年之后 就是可以各留一个 就是一个抗血小板加抗凝血剂去使用 这样 对 那不晓得主持人这边 你们医院的经验是怎么样 其实指引的建议 虽然说大部分现在目前的 evident basis是来自于AF 那不过指引的建议是指说 如果你有这个indication的话 确实在前面前期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 出血风险跟衰害风险 两个去做考量 因为实际上 一到七天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病用三种应该是最基本的 那之后七天后到一个月 或者是凝聚出血风险来去做依据 那至于一个月的建议 主要是来自于AF 当初RP7 trial 所以基本上 在针对DVT 确实没有一个很强而有力 告诉你说 在延长一个月 会不会有额外的好处 那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医院比较常见的做法 大概还就是前面前七天 比较危险的时候 可能医学病人出血风险到一到七天 那后续大概都会使用DU的方式去做治疗 那至于DVT要治疗多久 就要看病人的condition 那去决定他们这些要不要并用的时间 那最后后续一年以后 到底要不要maintain的时候 需要各拿一个 还是说只用一个去取代 这个应该还有蛮多淘断的空间 对 就确实还是回归 就是病人酸采 跟出血风险的评估这样子 那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想要询问的问题 那刚才有个问题 其实我先月初代跑回复了 那刚好是认识的学弟就是从未药师 那他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inosuppering有没有一个mesma的daily dose 那 其实这个问题是 刚好之前我也跟UILC也讨论过 就是在obacity的病人 那大部分 我们会怎么去调整inosuppering的dose 那 那有些文献会告诉你说 是用一个fist dose 用150毫克的 方式去做Q12的方式去给予 那不知道AVIA 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建议 你的看法这样子 嗯 就是其实review起来 会觉得这些文献的一个证据 都没有很明确 那所以就是 如果根据up to date的建议 其实就并没有说 一定有个kpin dose 那我们自己的话是 就是 当然就是 如果说超过100公斤以上的病人 其实我们会比较担心 会有出血的文献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想要先减成0.7mg per q 那这时候通常这个剂量 我们就不会拉到就是这么高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没有病人去 比较没有病人会用到就是100多mg 这样的一个剂量 嗯 那我那边之前做的文献回顾 看起来是没有特别有文献去 support所有的maxima daily dose 那确实在肥胖的时候 因为fatal 10a的一些表现 也会跟正常一般的正常人 不太一样 所以对药物的response也许也会有所不同 那目前看起来似乎 现有的文献包括update 他的建议还是建议就是 直接用body weight去计算 然后去给予dose 那确实在平常上 就如文鱼阿拉斯说的 就是有时候会担心初学奉献 然后大家可能会用一个变形的做法 可能0.75到0.85 这部分文献是有提供的 那就是perdose q12方式去做给予 那这边是提供给大家就是询问的问题 那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这样子 那这边还有一些问题 那刚才我有阅读代表先回答一部分 那这边还是希望 也要是可以也许以您讲者的角度 提供给对方 那也比较尊重对方的一个询问这样子 好他有询问说就是说 一般euro suffering多久可以转换成Doc 那临床上或是说评估上依据又是什么 那如果在这四个Doc当中的选择顺序 有没有一个优先 或是在现在实证上 那有没有哪一个药物相对来说 比较prefer 这样子 谢谢 那谢谢这一位就是同仁的提问 那基本上呢 就是enosaparin要转什么时候可以转成Doc 其实我们还是看病人的临床症状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常不知道 后续接下来会不会还要做进一步的治疗 所以常常都会先使用heparin或者是enosaparin 那之后再来决定说 我的口服药到底要转哪一个 那至于多久转就是看病人的临床症状 如果像我们一开始这个案例呢 其实他临床症状很快就是很稳定 那医生很快就是把他shift到口服药 那这时候接下来就会面临到的是 因为像debicatran跟edosaparin 大家都至少知道说 我们征绩要打五天以上再去转成口服 那至于episabarin跟rebarosaparin 我有跟主持人讨论过 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就是 其实前面打了几天的征绩之后转成口服 那反正口服的episabarin跟rebarosaparin induction的剂量要用 就是代表要用几天这样子 对那其实就是看起来 医生之间的想法也会不一样 像我们有的医生就会觉得说 前面已经有打过edosaparin 那他就会扣掉就是edosaparin使用的填数 那有的医生会认为说 他就是要用满induction的一个期间这样子 对那所以回归到这个问题 多久可以转呢 可能还是会比较倾向是 根据病人的临床状况来决定 稳定的话我们才会把它转成doic 这样子 那至于在四种doic的选择上面 就是并没有说哪一个的疗效 或安全性一定特别好 所以可能还是回归就是病人的状况 比如说像有cancer的病人 他可能就会在天然抑制剂里面去选 那如果他的是属于有GI breathing风险 或者是他是属于GI肿瘤的话 那我们就会去倾向去选择episabarin 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case呢 他是就是GIST嘛 那他是选择是episabarin 这样子对 所以在选择上面可能还是要考虑到就是 包含就是病人他的一个顺从性 因为有的BID有的QD 那病人能不能够配合 以及还有管管的问题等等的这些来考虑 谢谢预料师的这些分享 这些经验我觉得相信大家也会常遇到 包含就是像管管管管管这个问题 常常会是我们去选择药物的其中之一 那当然还有初学风险这些考量 那当然还有时候还要考量到就是病人的使用习惯 或他其他药物的品次 那有时候医生会考量到病人的遵从性 可能会配合统一就是都是一颗BID或是一颗QD 所以有时候会是临床上选择的依据之一 这次比较可能没有一个很绝对强有力的文献去 去support的说哪个药物可能会优于哪个药物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厂商被问到 然后确实也有人来问说 就是说那如果在肾功能不好的病人 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达到需要做计量调整的一个 肾功能的一个范围下 那在DVT的治疗的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依据这个肾功能去做减量 包含营达生FACE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很常会碰到的问题 不过就是如果是根据就是目前访单的建议的话 对于就是除非是禁用 那就是在像比如说 10A抑制剂在肾功能15-30这个区块呢 其实他并没有说你应该要做减量的动作 所以像我们就是比较不会单纯只因为病人就是肾功能不良的问题 去做减量 但是在选择上面有可能这时候就会去选择 而披萨本 那就是因为他胜排除的比例是有比较低的 那可能我们就会选择披萨本 不过如果病人他在治疗期间是已经有出现初血的状况 那就是综合考量之下呢 我们才有可能会去做减量 不然一般就是我们会照就是文献标准的建议 尽量去给予这样子 对 谢谢 那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去填就是 课后的问卷满意度调查 就是 如果要是讲这么精彩 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回馈 然后也在填问卷让我们知道这样子 那对讲者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这样子 好那这边有个问题好就是刚才漏掉的一个其中一个问题好 就是说那那Walphine大部分都会建议要Bridge 好就Bridge Therapy这样子 那他们确实他在他们的医院里面有看到就是很多医生病用 You know 砂破人的时候都不觉得不需要 就是是不是需要一定要去做Bridge这个动作 那他想听听看您的医院的做法 或者是您的经验做分享这样子谢谢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有趣 其实在有QVT的时候呢 就是确实就应该要Bridge 不过呢如果是因为手术中断治疗的话 其实在手术后到底要不要Bridge呢 其实就会变的是 我觉得也是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还是要看病人出血风险 因为有时候手术后的状况就已经跟原本就不一样 那常常就会碰到病人就是各种的出血的Complication 所以确实这时候要不要Bridge呢 就还是回归到说这个病人我们觉得他的栓塞风险有多高 如果他是很近期发生的被栓塞 那我们觉得这个栓塞风险比较高 有可能就要Combre Bridge 但是如果说是有时候已经间隔比较久 那医生比较concern的是他这一次的一个出血状况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确实临床上也会碰到他就不Bridge了 就是直接重新开始这个药剂量这样子 对 那之前也有碰过有一些文献建议应该要做Bridge的状况 那你会发现其实Bridge要怎么Bridge 然后还有那个剂量其实也都有蛮多的讨论这样子 对 那我这一次非常感谢IGR20的精辟 然后有精彩的演讲 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的课程也可以到此结束 那还是提醒大家记得去填问卷满意度调查 那这对学会也好 或者对讲者也好 都是一个很继续推动这个活动的一个鼓励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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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